先拍攝鏡頭 嘩! 芝士生蠔 蒜蓉生蠔 打火鍋生蠔 這次真的有點融 沒所謂 阿SAN幫大家 打爆油箱 今晚在一起 打爆油箱 各位喜歡吃蠔的朋友 都知道衛東出名是鐵蔥蠔 克逢臨近11月 是蠔比較肥美的規矩 今天來到哪裏呢 就是鐵蔥鎮 吃鐵蔥生蠔 這是蠔香農莊 CCTV也是這個地區唯一的上榜 一個吃飯的地方 央視不是央視 身材入度 今天吃法都是打火鍋 加海鮮 還有鹹鴨蛋也是一個特產 一會兒我掃蠔回去 一會兒我掃蠔回去 一會兒 這裏主打就是這裏的蠔 一袋 平時離開都可以買一袋回去 幾千袋 這袋的蠔 四百元 五斤 五斤 那多漂亮 我買八十元一斤 我買八十元一斤 平時在海邊住 可以過來掃蠔蠔回去 我試過打火鍋 點番茄醬也不錯 可不可以生吃 不建議 不建議生吃 不建議生吃 場外差點不好 生蠔就這裏來做鍋底 配下海鮮 不錯的 泥蠔 那些 可以 三點牌 那些 製作鹹鴨蛋 然後幫我蒸兩隻 看看吃什麼味道 三隻一人半隻 好啊好啊 對 加多一桶鹹鴨蛋 剩下一點我拿走 試一下味道 試一下味道 試一試 這裏 就這裏 八十元一斤蠔 這裏吃的是什麼 吃新鮮 吃鐵蔥蠔 因為這個季節的話 是當做的 現在 這間是蠔最當做的 是 現在是季節 是季節 剛剛拍到價位 信得過蒙莊 我們有一個金字招牌 我想說 我們這裏 今天幫大家去試一試 這裏 都是我們當地的朋友 在地膽之中 地膽 這間是主力我來這間 因為鐵蔥我來得少 老友介紹這間好吃 我過來這間 這次老闆就介紹了一個最新鮮的食法 就是那個 不是 Andy 你爬樓梯就辛苦 有什麼有我的 不是 不是 我說吃生蠔 你爬樓梯可以爬得更多些 那就是女人的美容院 男人的加油站 也可以說男人的冰工廠 嘩 這麼誇張 老闆說 不是我說 那也是冰工廠 來這裡 來來來 嘩 景好 首先看看生蠔 還有牛肉丸 剛剛我怕它要耐 嘩 那些蝦還會跳 內熟一點 牛肉丸 嘩 那些蝦漂亮 嘩 尼蝦還在動 新鮮 在做運動 這頓飯也很足夠 人均一百多元 還有這些 三八 對 放下去甜一點 好 那就開球了 沒有說那麼多 待會試給大家看 那來 開球了 來 拍一個鏡頭先來 拍雞 嘩 真 芝士生蠔 這是最有賣相 這個蒜蓉生蠔 打邊爐生蠔 炸生蠔 真是這鋪 還有我們的泥蝦 這鋪真的有點融 這鋪真的融了頭 無所謂 一聲幫大家 打爆油箱 今晚一起打爆油箱 這裏鐵蔥生蠔 最肥味的跪著來吃 來 嘩 正 芝士 嘩 起膠 嘩 吃一口 嘩 好 這裏鐵蔥生蠔 最肥味的跪著來吃 嘩 芝士 嗯 芝士有種香味 嗯 怎樣 形容一下 吃一口 不用你給錢便好吃 要給錢便難吃 你嘩出來那一刻 那種開心是那種感覺 不是 她說害了她 害了她吃荷蠔 為何她生蠔 正剛 不是她生蠔呢 她總有一種西式的食法 沒有說很濃烈的海水味 但是吃下去很難過這樣做法 那種味道反而是西式 你要吃慣西式的味道 西式便好吃 這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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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香口了 嗯 這個香口 就是這個蒜蓉 蒜蓉生蠔 這隻呢 蒜蓉跟生蠔是很配的 這是中式的食法 這是蒜蓉焗生蠔 何師傅你覺得怎樣 你小時候 何師傅 你 何師傅 發揮一下你那些讀書的文才好嗎 好嗎 好嗎 可以的 芝士生蠔 芝士味很高 不是 你現在吃到蒜蓉的 蒜蓉的 蒜蓉的 好嗎 OK 那些生蠔就很新鮮 會有很軟的味道 很軟的味道 整個衛東海洋線 你看到這個田蔥 這個整個田區 這個田蔥都是養殖生蠔為主 這間店是比較地道的 整間店都是生蠔為主 這是魯智奧的店 我在門口 讓他們看看生蠔是否很難煮 何師傅肯定會告訴我們 何師傅 何師傅 你評價一下 是 蠔是差不多 吃了一些中間做法 是 就是蒜蓉的香味 兩種是不同的風味 是 成哥你表達一下 要新鮮才對 是嗎 即是說蒜蓉 吃下去我比較習慣 如果你說芝士焗的話 當然是口味 但如果你說生蠔幾種吃法 其實就一個蒜蓉 還有炸的 或者是我們打火鍋的 這三種吃法 個人比較喜歡 受歡迎一點 明白明白 反正這個蒜蓉 我覺得蒜蓉和香味的燒出來 生蠔是蠻合的 我們來這裡看看 煮到鍋底是這樣的 做些肥豬肉 我們放些沙白 加牛肉丸 牛肉丸都飽了 就是我們點菜 有一點點多了 不是 點多了 是不知道 這份量那麼多 是 我也真的不知道 這三號很快熟 兩分鐘就可以了 是 最主要是殺菌 沒錯 沒錯 Andy 吃了些生蠔 又去爬多二三十層樓梯了 我們爬多了 我們爬多了 昨天爬多了 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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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爬多了 爬多了 爬多了 你們點評這個 生蠔呢 不好意思 你說的 也有點廢話 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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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些普通的生蠔是不同的 第一 看來經常是加油的 絕對 第一 這個殼也大一點 我們加油加得四 第二 那個 一般來說 是比較黑的 這個鐵蔥生蠔 是領先不同的 是這樣的 是的 第三個 一咬下去 這個 先講一下 這個 蒜蓉生蠔 這個蒜蓉生蠔 我覺得 就是 很彈牙 很彈牙 要用彈牙來形容 知道嗎 SAM哥 有彈牙 有彈牙 尤其有一粒 瑤柱 是嗎 瑤柱 是嗎 那個硬硬的 叫什麼 那個 蠔心 蠔心 即是彈牙到 要新鮮 新鮮感要夠 才會彈牙 所以 證明到這裡 食材新鮮 第二個 是當做 即是季節性的 這個是西式 這個是中式 中式 中西結合 所向無敵 嘗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 點一下這個 豉油可以了 點一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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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鮮 但我喜歡點番茄醬 沒有關係 點一下這個 點一下這個醬 點一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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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到 鮮到的很甜 那種感覺 最好的一種是白灼 是白灼 白灼 很棒 一口 都算白灼 很棒 是白灼 不算白灼 這是白灼 不要 不要攪老了 這個 不要攪 不要炸,不要炸,我夾给你 100渣1斤白翅蝦 先放6条,先放6条 帮你串埋,很有心,刚上岸更新鲜 这个炒饭,应该叫蠔干炒饭 这个炒饭吃下去,很咸香,很香厚 跟海蛋炒饭比较 海蛋炒饭比较 海蛋炒饭比较 完全不同 这个是咸香的风鸡 有些煸煲仔饭的感觉 这个味道很香 这个味道很香,我们试试一下 可以,你炒多好吃的香料给你 过来找一个山梯楼,MGV 还有地道餐饭,小姑拙代 对吗Andy? 还有排楼梯专员 对,排楼梯一流 对,排楼梯一流 对,真的 试试找一些超高层的100层的 没问题 只要你有兴趣 Andy没问题,Andy是一个很努力的排楼梯 排楼梯专手 对,没错 对,真的 已经烤了 让轩仔吃一下 这个是蝦 关元寶炮的蝦 哇,这蝦真漂亮 这些是野生白刺蝦 关元寶炮还要喝一口汤 真是 補得很厉害 真是 太棒了 芝士生蚝还清了一半 还有一只 轩仔夾煮 轩仔夾煮 轩仔,你觉得芝士烤山外是什么味道? 因为你在美国读书 你会OK的 嗯,那些芝士呢 即是你随意会更丰富 嗯,芝士呢 我觉得那些芝士呢 可能还是差一点 包括生蚝是OK的 但是它芝士不行 可能要换一些 芝士不行 是,它芝士的品种不行 芝士的品种不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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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药 沒吃嗎? 沒吃 因為蛋白沒有那麼鹹 應該是海鴨蛋 對 那些蛋白沒有那麼鹹 沒有那麼鹹 然後我們要補充什麼 補充淡湯給大家 一個碗就多了 補充淡湯 補充淡湯是什麼味道 鹹不鹹底的味道 海水味 不可能 應該不會 鹹鮮 鹹味先 先試一試 可以 好 我幫大家試一試 我遲些沒揹過鹹一蛋 好 你先試一試 來來來來 怎麼樣 我再吃一串蝦 不會的 鮮甜 鮮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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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一招 放進去 有些 敬畏 有些 有些 再吃一匙 喝一湯 用杯喝湯 我也是沒有喝過 不用 像我的道具 香蕾 有些敬畏 我知道 你為何不出聲 找不到形容詞 文化水平低 有些甘甜 吞下去有些回味的甜 如何形容 這個軒仔是否熟了 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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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 含麥蛋不會鹹 但比雞蛋更有風味 如果有白粥 一碗白粥一碗蛋 嘗嘗蝦 熟了蝦 我試過 蝦肉很濃 肉很濃 很濃 證明蝦有做運動 野生蝦肉很濃 海鮮也很漂亮 新鮮才會濃 新鮮才會濃 四蝦 鮮肉很濃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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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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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吃得到 湯全部都是蠔的味道 腸的濃郁味比較濃 你不要說出來 蠔味比較濃 我們繼續開 豬油靚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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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捨身 以前鄉下不是在家裡吃豬肉 鄉下吃豬肉 關薯為主 關薯為主 有豬肉都過年了 就是知道我年初三十晚吃豬肉 很淡 不要說 沒有淚 每次跟Sam哥吃大餐的時候 有些女生很麻糞 就是生活質素 飆升了很多的等級思維 是這樣追不到的 OK 我們繼續吃東西 好